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歡迎大家來到這個《適經》的討論會 求主幫助大家從神得力 我們昨天已經講了《經歷聖靈報道法》 但我今天也會再講講,幫助大家能夠在這方面習慣在聖靈中運作傳揚福音 因為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是一個在聖靈中運作的侍奉方式 是需要我們操練習慣了去親近神,被聖靈充滿 又為人祈禱的時候,知道什麼時候聖靈運作,是可以感受到的 這個是需要我們自己留意,每一個人的經歷是不同的 譬如我自己來講,我有什麼經歷呢? 我為人按手的時候,我有時會感覺好像有些能力在我手指接觸它的時候 這個是第一,有時站起來的時候,我已經覺得有一種力量在我們兩個中間的 在搖動,我感覺那個力量加強 還有那些人如果是跟神關係好呢 我替他們祈禱,我感覺到那個神的同在是加強的 我感覺到那個力量是加強的 而那些人不開放呢,我也感覺到沒有什麼反應的 那個人感覺到好像他很光硬的,是不同的 所以當我去跟人祈禱的時候,我會留意的 我會留意神的同在,也都會留意心中的感動 就是我不是很清晰地收到,不過有時候我收到,我只是不知道了 譬如我試過,我感覺那個人是需要心靈的醫治 我一講,就是神安慰你,他就立刻哭了 就是有試過這樣的情況,神是這樣去帶領我 這個都是我需要更加留意的,讓我更加敏感到聖靈的臨在 我們個個都可以去留意的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侍奉操練課程,是給大家有這個機會去練習 那如果有人是覺得身上有邪靈的,就是他有邪靈影響他的 那需要告訴我們,讓我們幫他釋放,他先好清理了,他先好為人按手祈禱 而那些人為他按手祈禱呢,也都自己建立和神的關係和處理生命 讓我們不要受到攻擊,就是邪靈入侵 邪靈入侵是可以發生的,不過呢,有些靈欣的群體是很誇張的 他們呢,就是昨天在我們的Zoom聚會的時候呢,有一個人說到呢 他收到的教導呢,就是呢,他說呢,跟人按手之後呢 就要斬斷的雲結,就是那些所有從那個人而來的不好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他很誇大,就是他收到的教導是很誇大邪靈的工作 那他呢,就自己也都是很,就是他有些教導呢,就是說 你不要隨便為人按手祈禱,因著受到尖染,就是好像呢 那個尖染呢,好像很大的危機那樣 那變了,就是有懼怕,活在懼怕之中 隨時會有攻擊啦,就是他懼怕 也都是為人祈禱會有攻擊啦,按手祈禱會有攻擊啦 那就是講到呢,魔鬼的力量很大 但是聖經講呢,耶穌講呢,他說我已經賜給你權並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有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願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所以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是不需要懼怕的 那有些人就說,那我們總有一些破口的喔 那是不是這樣就那些邪靈入侵呢? 那我的答案就是,我們發覺只要破口就立刻悔改求主赦免 當我們真心悔改而去處理,就算處理得不完美的時候 不代表魔鬼有權並可以攻擊的 就是譬如說,有些人他還沒處理好他的生命 他裡面還有一些情緒 那他呢,靠主去處理,就是神啊,你幫我吧 不要這麼計較人的傷害,不要這麼計較人的說話 不要這麼計較人是否接立我,不放在心上呢? 那他呢就會,就是神就喜悅了 又求主赦免和保守,神就喜悅了 那他就不需要懼怕 其實我們,就是有很久以來呢,都被那些人操練去為人祈禱 我們並沒有發現,好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 那麼容易被邪靈攻擊 但是有些人,他真的生命有破口,就是說他在最終而不悔改 是可以有被邪靈攻擊的情況 但是呢,我又會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就是說,當我們聽神話呢 就即時呢,那些攻擊是,就是親近神啦 處理生命啦,以及趕那些邪靈,即時可以釋放的 所以反而呢,他被邪靈搞妖呢 是一個機會讓他去處理生命,都是好的 所以我來說呢,我就覺得不重要 他被邪靈攻擊,那他就學去處理生命啦 學去不要計較人的傷害啦 學去親近神啦,堵住一切的破口啦 那就是給他機會去處理生命 那這件事是我們每一個需要學習的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心裡面不要懼怕 有些人呢,就懼怕,意思呢 他就會說呢,普通信徒就不要為人按手 那就變成了他們呢,就很害怕,就是很害怕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攻擊呢 那所以我希望第一就是大家不要相信這些的 這些的教導,因為聖經很清楚說到什麼呢 就是說呢,耶穌賜給我們權力 可以箭踏蛇和蠍子 由聖個仇敵一切的能力 原會有什麼能害我們的 耶穌是全而得勝的 所以我們完全是不需要懼怕任何的攻擊 我們只要我們處理生命 我們是不需要懼怕任何的攻擊的 是可以心裡面很平穩、安靜、很輕散 很開心、很得力 有信心 有信心,不需要懼怕的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心就會輕散了 我們就會得力了,就不受人影響了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會去留意的 好,在這方面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有沒有人在剛剛我所說的攻擊方面呢 大家有沒有任何的問題或者是回應 回應啊,葉穌斯你好啊,Ray 你好 我同意你講法的 我同意你講法的,絕對同意的 因為整個力量是帶在一起的 包括靈界啊,或者是 我最近應該會這樣說 因為我個人在澳洲的 是 那我接下來下個星期呢 我會是 我怎麼說呢 前兩天我收到一個通知 我媽媽打給我的 嗯哼 是啦 那我爸爸呢 就 就 安息了 是啦,安息了 那我現在下個星期呢 是會回香港的 嗯哼 一方面陪伴我爸爸啦 嗯哼 那我媽媽呢 就 過了澳洲的生活 嗯哼 嗯哼 是啦 那我媽媽呢 就 我希望她得到這個救恩 是啦 嗯哼 這樣的 那 那 那 對喪禮方面呢 都是爭取著這個主導權的 我是希望做一個安息禮拜的 嗯哼 那親屬那邊呢 就想做道教儀式的 所以這方面呢 都祈禱的 是呀 祈禱就靠神呢 就做安息禮拜的 是 是的 是呀 這樣的情況 那借著 齊話就算 祝大家 報告的時間 謝謝 你回到香港你可以找我 那還有 第一可以為你祈禱啦 可以為你媽媽祈禱啦 帶領她信耶穌 阿們 阿們 祈禱安慰你的心 祈禱同在 有沒有人有東西回應 我先說 或者有些人因為 可能受到那些教導 很多時候會怕那些攻擊 不會比你祈禱 可以想做的 不會 大陸 你去哪些藤 你去哪些居座 的 你會去哪些 你會在福里 耶穌 記得 說 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